我們今天要講三個關於可口可樂的都市傳說 可口可樂的配方啊 就兩個人知道 基於這個理由啊 可口可樂其實原本真的是毒品 它其實是個 好想喝咖啡喔 欸那邊有一家咖啡廳耶 好我要一杯拿鐵 好兩個肉乾 謝謝我的拿鐵好了 謝謝掰掰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Chuckin的語彩 菊瑋姐 秀弟弟呢 問你啊 你啊 你們有抱 好 秀弟出去玩了啦 好反正就是有人沒抱 那下集中出現去 然後秀弟還沒有美容 所以他們現在是素顏狀態 還不能出鏡 等他們喜歡早晚會再拍新影片給大家看 會亮麗登場 那開場呢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有喝過可樂嗎 可口可樂 有人沒喝過嗎 對應該沒有人沒喝過吧 我覺得就是 就算你不喜歡喝 那你之前可能也喝過 因為其實可樂在很多地方都有啊 像是有時候你去一些餐廳 那個什麼 可樂是免費喝啊 像我其實就是不喜歡喝氣泡飲料的人 就是我其實是不喜歡喝可樂的 然後我也不喜歡喝氣泡類的飲料 就是有時候真的會 偶爾還是會喝到 好那為什麼我們要講到可口可樂呢 你覺得可口可樂的原料是什麼 這個我知道耶 這樣我可以爆雷嗎 不行 我覺得可口可樂的話 應該是 一些水果啊 琵琶糕啊 然後就是一種傳聞就是說 可口可樂呢 它其實最一開始呢 的成分是有毒品 因為我的版本是那個耶 你的版本是什麼 感冒糖漿喔 我聽的版本是感冒糖漿 我們今天要講三個關於 可口可樂的都市傳說 對然後其中有一個是說 最開始的成分有毒品 然後好像是骨科姐 Cocaine 然後跟Cocacola很像對不對 嗯 所以有可能是 所以我們待會一起來看 然後我們來看究竟是不是糖漿 好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 可口可樂好了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 來源是維基百科 我們簡單看一下 然後待會再來看這三個都市傳說 可口可樂啊 Cocacola呢 是由可口可樂公司生產出品的一種 汽水飲料 那在1886年5月8日呢 可口可樂在美國喬治亞州 亞特蘭大事誕生 要是約翰彭博頓 創造了一種風味糖漿 並帶到他的街區藥房 將糖漿與汽水混合後 創造了這種口味獨特 可以在冷飲櫃出售的軟飲料 其喝後人兼會計 佛蘭克羅賓遜 將該飲料命名為 Cocacola 可口可樂 並為之設計了沿用至今的 帶商標的獨特字體 目前可口可樂在大多數國家的 可樂市場處於領導地位 每日在全球的銷售量達19億份 代表一天喝掉19億瓶可口可樂耶 我覺得有可能耶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些網路 有些人說他一天不只喝一瓶 對啦 就是去吃到飽 可樂一直喝一直喝 那個一… 那個人可能一… 因為可口可樂真的是 可以解膩耶 解膩解膩 你在裝可愛嗎 好就是這個藥師 它就是 把糖漿跟汽水融合後 就變成這個可口可樂 所以它 所以它的原料是糖漿嗎 這是什麼東西 是糖漿嗎 好那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可口可樂的都市傳說好 可口可樂的配方 第一個就是可口可樂的配方 只有兩個人知道 那有一個說法是 只有兩人知道 有一個說法是說 配方好像是放在某個博物館裡 OK 好 第一個傳聞來源是巴哈姆特 這個是傳聞 可口可樂的公司 對可樂配方的保密 可以說是神經指導的極點 當這兩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死亡的時候 剩下的藝人 會選出死去那位的接班人 然後口頭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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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傳授耶 好難喔 然後口頭傳授 然後口頭傳授可樂的秘方 這位接班人以後也會以像這樣 選出下一位接班人 繼續保守這個秘密 然後聽說基於這個理由 這兩個人還會被限制 不能搭乘同一架飛機 因為假如那個飛機出事 配方就沒了耶 然而對於製造方法只有兩個人知道 這個可能不是真的 而且不論如何秘密 總是會洩漏出去的嘛 製造可樂的原料 包括芸香料植物 肉桂 香草等等香料 還有可樂果抽出液 糖水酒精 咖啡因磷酸 食用色素等等 這些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關於製作方式以百事可樂為首的 各家可樂公司 其實都已經很清楚 這個配方自1925年以來 曾一度被存放在亞特蘭大市中心的 太陽信託銀行保管庫內 然後在2011年 可口可樂公司 將配方移至 位於美國亞特蘭大總部的 新可口可樂世界博物館 可是就算有人複製出來的話 他去賣可能 一定賣的沒有像可口可樂這麼好 因為他現在就是認可口可樂的mark 就是太成功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下一個呢是 可口可樂的原意是毒品 好這種傳聞說啊 可樂裡面含有骨科鹼 cocaine 就是人喝了之後會成癮 因此會讓人怎麼也想再喝 那可口可樂的 cocacola的英文的cocca 就是以骨科鹼的cocaine命名 你覺得有可能嗎 其實聽起來蠻像的耶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那個音 就是好像蠻合理的 關於這個骨科鹼的謠言 其實是真的喔 就過去裡面的確真的有含有骨科鹼 所以以前才會一直喝一直喝 但是現在也會 所以會不會現在還有 現在應該不可能了啦 事實上 在美國骨科鹼成為列管藥物 是1903年以後的事情 在這之前呢 骨科鹼被認為是一種興奮劑 而且很簡單就可以在藥房買到 當時可口可樂裡面就含有骨科鹼 話說如此 當時骨科鹼的含量只有1盎司 非常微量 並不會引起藥物中毒 然而在1903年 骨科鹼開始禁用之後 可口可樂公司就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 可口可樂的商標 COCA 取名於抽取骨科鹼的來源 骨科葉 一旦骨科葉停止使用的話 在美國被廣文人知的COCACOLA 商標就不能繼續使用 可是為了保住商標 而繼續使用骨科葉 卻是違法的行為 但這個問題呢 最後被公司用一個 你想不到的方法給解決 他們把骨科葉裡的骨科鹼去掉之後 再把葉子浸爆在酒精裡 然後把這些酒精容易為量 添加在可樂的原液中 以可口可樂的原液本來就含有酒精的觀點來看 這種新製法添加骨科葉 可說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但是透過這種詭異的手法呢 可口可樂的商標就確實被保住了 那至今呢 現在可口可樂公司 是否人用這種方法製造可樂 就不得而知了 但不管這樣 現在的可樂就是沒有含有骨科鹼就對了 可口可樂其實原本真的是毒品 它其實是個毒品飲料 不知道為什麼吃披薩炸雞這種高熱量 你就是會想要配可樂耶 好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標題呢是 可口可樂呢 可以溶解牙齒跟洗廁所 這個傳聞其實我小時候有聽過耶 就是因為它不是好像可以溶解還是怎麼樣的 就是有傳言說可口可樂啊 可以溶解一顆的牙齒 然後溶解地板 還可以當清潔劑洗馬桶跟廁所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有一點可能 因為我之前看過很多人做實驗說 就是如果你把一個髒的硬幣 放進可樂裡面 然後過了多久 它就會那個外面溶解掉之後 會變乾淨的 對這個是有人拍過實測啊 好那有人就猜測說 能把牙齒溶解的原因來 是因為可樂裡面可能含有碳酸的關係 好那牙齒的主要成分呢 是磷酸鈣 在pH5.5以下的確磷酸鈣呢 是會解離的 而可樂呢pH值約為2.45 足以溶解磷酸鈣 可樂入口的一瞬間會陷害口腔的唾液 酸鹼中和 因此不會有問題 若是將拔掉的牙齒 拋在可樂裡面 牙齒的磷酸鈣就會溶解 而發生所謂的脫鈣作用 所以可樂能溶解牙齒的說法 理論上是正確的 那如果可樂倒在杯子裡啊 經過一個小時後 經過一個小時裡面的碳酸大部分 都變成二氧化碳跑掉了 所以不論你將牙齒 拋得再久牙齒都不可能會消失 而溶解出的鈣呢 更是微量即使用精密天平都測不出來 也是可能會對身體不太好 泰克糖分不是比較容易發炎嗎 還有蛀牙那些的 蛀牙然後也容易肥胖 糖尿病 要刷牙 對反正就是可樂你只要不要喝過量都好 偶爾喝個一瓶啊 其實也還好 那大家可以留言起來喔 關於這三個可口可樂的都市傳說 你有什麼想要可以留言起來 留言起來 告訴我們 對你愛愛愛不完 好了那我們今天看完了這三個都市傳說啦 就是關於配方啊 然後原因是毒品啊 第三個是溶解牙齒或洗廁所 我覺得這幾個都是 應該都是大家比較常想到的一些疑問吧 或是流傳的都市傳說 那如果你常喝可樂的話 可以有人告訴我們 然後你一天喝幾瓶 或是你一個月喝幾瓶可樂 或是你有沒有喝過那種特別味道的可口可樂 我記得之前有出什麼櫻桃啊 葡萄喔 我覺得最好喝只有香草而已吧 喔香草 因為我喝過很多什麼櫻桃那些 然後我都覺得不好喝 還有林卡什麼 可是我覺得風味唯一就是香草最好的 記得還有那個什麼啊 漂浮可樂啊 可樂上面加那個香草冰淇淋很好吃 對現在觀眾前應該很多人是每天都喝可樂的人 因為真的可樂真的很好喝 但是我自己就是 喝進去會有一個氣泡感對不對 我覺得不喜歡那個氣泡感 我覺得那很不舒服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對阿如果是喜歡喝可樂的話 喔不 你可以在想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喜歡 不行喔 就是看你要不要講話還是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哈哈哈哈 好再次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喜不喜歡喝可樂 好那可以有一點想法喔 這三個都市傳說 或是你有沒有那個 或是你有沒有那個 知道更多關於可樂的都市傳說 可以有人告訴我們 好那就是這樣啦 那建議你們到來如果喜歡的影片 其實一定要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一定要追蹤喔 那直接加入會員支持我們 我們要介紹你們的新個忙 都記得按照這個影片 想要看我們拍什麼樣的主題影片 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愛喝可樂的 下方留言加一 好那這樣啦 那下一集就選擇 第二下影片就拜拜 Let's go 記得留言喔 每次留言有多一回看拜拜